嗨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语言旁观》 由霍建华、周迅、金子雷领衔主演的公道大剧《如意传》正在热播 金子雷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金玉岩 一位北国来的女子作为礼物嫁给了红利 金玉岩的野心很大,她想要往上爬 为北国和世子谋取更多的利益 红利登记后,她被册封为品位 后来生下了贵子,身份也随着水涨船高 她心机很深,做事时自己不出面 很会挑唆别人,左右逢源,笑离藏刀 航上登记后,第一个有孕的是玫瑰人 她便借纯非的口,让玫瑰人多吃鱼虾,生下了孩子聪慧 养鱼虾的水中,她做了手脚,放了朱砂 后来导致玫瑰人生下怪胎 宜贵人再次有孕,她联手贵妃皇后陷害如意 便把宜贵人的华胎算在如意的身上 金玉岩觉得时机到了,便侍请皇上让自己有孕 她有孕后,与母族的侍女说,世子的期盼终于实现了 可见这个孩子关系母族的命运 肯定不只是为了身份尊贵 金玉岩并不爱皇上,她只是为了讨好皇上往上爬 进宫后的金玉岩其实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 金玉岩也是土露心生 她爱的不是皇上,而是送她进宫的世子 好了,本期的预言旁观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视频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